当然不会高 因为这是双方商定的 也就是说是你美国 一直求业业高哪来 然后说要来 那中方好吧 那就我们两个讨论一下 可以了那就过来吧 那那种所谓的接待规格不高的话 是既没有红地毯 不可能有红地毯 没有红地毯 而且到机场迎接的 官员的规格也不会高 然后进去的时候 规格也不会太高 那我又想到冯德莱恩上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就一个人孤零零的不会吧 很难说 因为他不是中国大陆邀请来的客人 所以并不是中国邀请的客人 那既然不是邀请的客人 一般来讲大国 大国的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部长 来访的时候如果是邀请的 绝大部分都会见到总统 那么在中国大陆一定会见到国家主席 通常会播出时间 那么跟你见个面 就是鼓励一下 对 就是代表说我对你的重视 对你这个大国的一个重视 那美国是大国 可是他并不是中国邀请来的客人 是工作访问 专门的就是来讨论事情 那当然康达也一直在强调 这个是中美的关系不一定是改善 我们都相信不会改善 但是就是脸上来讨论 你有兴趣的你来谈 我有兴趣的我来谈 所以我并不是根据你的节奏在走 所以美国谈美国的 中国谈中国的 但是谁也都没有办法回避 但是军事对话有没有机会恢复啊 不可能 也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美国想要恢复军事管道 对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美国如果 没有真正白纸黑字写下来 说我 因为中国在谈判之前 清刚也已经把这个题目告诉美国了 也就是说你回去好好做功课 我给你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就是相互尊重 这是习主席指示的三原则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这些原则 你把这个题目做一做 你不尊重我 我不可能尊重你 所以你要获得我的尊重 你要先学会尊重我 这是第一原则 第二就是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内政包括台湾问题 包括香港 包括西藏 包括新疆 所有的内政问题 停止干涉 那第三个 第二个就是 对于中国的主权 安全 还有发展的利益 你停止打压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两方面都没有停止 特别是第一个纽扣 就是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如果没有停止的话 那别想恢复军事这些 我觉得由于这一次 东道组是中国 是布林肯到中国来谈 所以按照外交谈判的习惯 那当然是中国先开头 那中国先开头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 会摆在第一位 台湾问题没谈好的话 那下面都不用谈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问题方面 美国一定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 如果台湾的问题不谈清楚 不谈干干净净的话 美国还要脱泥带水 想要用上次的糊弄过去的话 我觉得秦刚会一个字一个字咬 一个是一个事件咬 咬到最后 如果谈不下去的话 那就这样好 那就不用再谈 翻桌吗 不用翻桌 但是可能就是大家 情绪控制一下 那可能就是回去休息 那要不要再恢复谈 彼此之间再磋商 那也就是说 大家就恢复 就回去了 先脱离接触 然后彼此磋商完了以后 说愿意谈 再回来再具体谈 还是台湾问题 那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 那就再停止 那布林肯也不用待到19号了 18号就可以走了 我觉得如果谈到最不拢的话 那就大家一拍两散了 我觉得我个人的推断 如果我是大陆的谈判方的话 我如果是大陆谈判方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来的嘛 不是我请你来的 是的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我说应该不会在6月15号 因为最近菲律宾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的又荡回来了 首先我们有提到 比如说菲律宾小马可寺 去出席第三届的 中非的友好友谊奖 的颁奖典礼第三届 那这个奖是由都特蒂 前菲律宾的总统 所设立的 那今年是第三届的 小马可寺的任内的第一届 他率了文武百官 阵仗很大的 而且呢有总统副总统 还有第一夫人 那副总统跟第一夫人 都是用视讯的 还有就都是用录影的 那都去参加 那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的话 怎么马上就给你拖了呢 因为小马可寺 不急 不急 小马可寺特别故意接受媒体访问 说有人怀疑我又远离中国 他说没有这回事 然后又荡回来了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中国的友谊船 就是最大的军舰的训练舰 七级光号 那也已经到了菲律宾 去最后一站的友谊访问 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当天 然后就突然间把菲律宾的这个拖船拖走 我想应该不至于 但是有法可依了 也就是说我这个法已经开始生效了 那什么时候拖 那当然就要看你菲律宾的态度 还有就是要看天后气候 如果涨潮了 是很适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也不排除把它拖走 更何况这段时间 美国菲律宾日本 主要是美国日本 在南海这个地方举行军演 那当然也要给你美国 一些好看嘛 这一般来我们叫敦目舰队 敦目舰队友好的一个访问 也就是说 因为它是海军的训练舰 最大的一个训练舰 所以是对于这个官校的学生 还有就对于新进来的水兵 那他们在进行海上的训练 然后通常都会在环州边的几个国家 然后去停号 然后跟当地的桥舍 跟当地的军民 还有当地的政府 都会有一些联谊的活动 这是一种友好的一个访问 其实中国大陆 最后会把这个船派到 到菲律宾来访问 其实大陆在这个部分 导致很克制 虽然知道菲律宾这样左右 把那个荡来荡去 但中国大陆因为大 中国大陆太大了 然后对于这个菲律宾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来说 它还是忍得住 它有耐心 有耐心 愿意跟你看就是美国 你看一直在沟通 一直在周旋 然后跟菲律宾这样的摇摆的国家 领导人一换 然后摇来摆去的 可是有耐心 因为大陆知道背后就是美国人在挑拨 那美国人在菲律宾的力量还是很大 然后菲律宾的反对党跟美国的勾连 就是阿基诺三世的那个派系 还包括阿基诺家族 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很深 所以在菲律宾内部里面 这些美国的力量 一直在扯这个小马克思的后腿 那所以中国大陆也都很了解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一方面要给你硬的 一方面要给你软的 就是软硬不断的在这个 灵活的一个操作中 把你框在那个地方 让你不要飘得太远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有点煞费苦心 但是也是不容易 因为中国大陆最终还是要推出的是 南海共同行为准则 那目前是菲律宾是最后一个国家 越南都通过了 那如果说一旦通过的话 那我想美国等域外的国家 在南海说实在话 他们就没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一系列的一个事件 这是美国所办的太平洋的 一系列的军演 它不是还太平洋军演 不是每两年一度的 还太平洋军演 是美国跟周边的这些国家 还有一些域外的国家 在这个地方举行联合军演 从6月3号5号 然后8号9号10号 一直这样下来 那接着到8号9号的时候 就法国的军舰也都加入了 就是美法加日 这四个国家 那前一段的国家 就是你刚提的澳大利亚等 这四个国家 所以它是两批次的 那中国大陆也就借这个 美国所主导的几次的军演 那做了两个比较大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您提到的 中国大陆也派出了这个 导弹驱逐舰跟导弹护卫舰 还有就是补给舰 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打算 在那个地区停留很长的时间 也就是伴随着 美国的太平洋的军演 那中国大陆认为 这是在我们的水域里面 那你既然说有航行的自由 那我也有航行的自由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军演的时候呢 中国的船舰也在这个地方 也开始实施自己的军演 那也就是说 拿你们这些联军的舰 来练我的舰 这是因为这很省钱嘛 以往就是我代表红军 你代表蓝军 那我们彼此之间来做对抗 那我都是在花钱 红军也是我的钱 蓝军也是我的钱 现在就是你美国 派了这么多的军舰来 然后你美国啦 加拿大啦 澳大利亚啦 日本啦 你们来 那就是你们付钱嘛 但是我派我的军舰 来跟你们玩 那也就抄我的兵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 赚了不少钱 因为省钱嘛 而且直接拿你的军舰来开刀 所以才会被拍到这么多的画面 第二波就是在台湾 台湾的东部西部的这个地方 就是巴斯海峡 所以中国大陆就派出37架次的 从宫古海峡到巴斯海峡 做前行的包围 然后再派这种运针9的这个电战机 然后去这个美国的航母的军演的这个地方 来去做情报收集 因为当时美国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日本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 就出一号 三个航母战斗群的时候 中国就派出整个这个 鸡群过去 那我们台湾就因为以自己为中心嘛 所以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进行 这个潜行的零行包围圈 其实不是啦 中国大陆除了对台湾以外 主要就是对于美国日本的 所谓的三个航母战斗群 那么举行空对于海的一种联合军演 那军舰也多 而且战机也多 因为而且是各类型的战机 包括电战机 包括轰6K 包括这个歼11等等 这些各类型的战机都过去 还包括空中预警机 那也就是模拟空对于航母的一种打击 那这个也是你美国日本出钱嘛 因为你出航母 航母一出去就要烧好几个亿喔 那中国大陆就利用你们来做 一种对抗性的演练 这个大家都不开火嘛 但是这个演练机会难得 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是第一份出来了 他把中国定位 那是欧盟原本的定位 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定位 但是在这一次中 他们的安全报告里面 未来可能在几个月后 会有一个专章 专门写对于中国的战略报告 这个还在后面 但是在这一份的国家安全报告中 中国的琢磨就不多了 而且呢采用的方法 不再追随美国了 已经抛开了 第一个他不再强调 就要跟中国大陆脱钩 说脱钩是不可行 也走不下去 那美国财长叶伦就又再讲一遍 但是他特别讲到说去风险化 他把它做比较窄的定义了 跟美国的去风险化 做宽的定义就完全不一样 比较窄的定义他只谈到说 在原材料这个部分 例如说像稀土 这个部分不能够过度的依赖中国 那他的逻辑已经调和成为平衡 就是我们还是要跟中国大陆来往 中国还是我们最重要的 中国的繁荣对于德国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过度依赖 但是不是要脱钩 也不是完全不要再买中国的稀土 而是说我们欧洲是不是 或是德国是不是在寻找 新的稀土的一些源头 那么做一个平衡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就那这个部分里面坦白说 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挑剔跟批评的了 你不能够说你连这样子都不可以 那我想这个战略报告 很明显的就整个方向就转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铺开了这个李强去德国访问的 一个很好的一条路了 这是第一个 对不起 所以你的解读 就是说这个报告 其实已经没有对中国那么强硬了 没有啦 那个好好去读那个报告 观众朋友去把那个报告 拿出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才公布的 是 热乎乎的 那里面对于中国大陆 已经没有 把那些美国人所用的 负面其容词都拿掉 至于您说的八家的企业 这是误解 因为现在被制裁的三家企业 是俄罗斯投资在中国大陆 所设立的俄国的实体企业 不是中国的实体企业 是俄国在中国的实体企业 另外五家 中国已经跟德国跟欧盟 有说明清楚了 说这个部分里面 这五家 第一个我们反对你常被制裁 常被管辖 第二个这五家 在进出口这个部分里面 他并没有把军民两用的东西 直接提供给俄罗斯方 你要查清楚 所以欧盟查清楚之后 确定没有 就先暂时移除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误解 另外对于李强去德国来说的话 那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年度的政府首长会议 这是年度的 每年要开 例行 例行的 那法国那就开始落实 中法两国元首所定的 那就是明年中法文化年 绝对是重头戏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级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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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